大家好,這一集是比較Casual的 有時說話換下角度 你看到我穿的都很Casual 有時都要破一破一些人對傳導人的黑板印象 我也想有一集會說很多人對傳導人的一些形象 沒有說是對或錯的,但有時一些黑板印象或形象 有時是一般的,傳導人一定是這樣的 這是合理期望,但有時反而限制了 原來穆者是這樣的,穆者不是像你這樣想 就要半跌了你,最好笑的 有一次穿的WhatsApp印象 我穿了一件紅色的T恤,普通T恤 我都蠻喜歡穿紅色的東西 你看到我的車是紅色的 戴了黑眼鏡,然後笑,可能沒什麼剃鬍 那個WhatsApp印象竟然有人說 你這個樣子很可怕,你這個樣子 把頭髮弄了,怎麼可怕呢 就給大家看吧 但是我覺得有時我Facebook表達一件事 有一個Description,你形容自己這樣的 我就寫了一個字就是人,句號 我們也是人,對吧? 這個形象的問題,我再說一下 我想這件事都可以的,只是隨便 另外,順便多謝 Dr. Wong 因為我前幾天覺得有需要說一下疫苗 其實疫苗的看法,打疫苗的看法 我是因應有位弟兄姊妹去查詢 所以我的看法,我也準備了一點點看法 那我就去分享 而安樂死也有弟兄姊妹 因為我們這邊的州的法案要通過 所以想都有點指引 其實這些在教會講到很難講到的 或者不容易去處理的 我自己用我的YouTube頻道去錄 那我就準備得比較草率一點的 因為想著趕著時間 鼓勵大家去表達意見 所以Dr. Wong也很好 寫了一篇文章,其實他也是很鼓勵性的 然後就指出一些問題 好像正如我之前有一個Tube 我講的,謙卑是一個行為 人家告訴你這些東西不適合 就不用死撐,對吧? 我覺得是非常好 人家Dr. Wong是一個很專業的人士 亦都在這方面數學研究 那當然是批別人那個 現在入錢留意的袋 剛剛提醒你 我再講一個觀點 以前我也講過 就是很多時候 傳導人就很少人提 所以被人提醒的時候 就起了槓或者要辯護 何必呢? 如果一些是基於事實 或者是理性的討論 譬如Dr. Wong很好 他很客氣 給意見 所以我覺得這些 我很欣賞 之後我也有跟他在網上交流聊天 所以大家記得要看那條影片 在那條影片的描述裡面 我加了Dr. Wong 最新的他寫了一篇文 就叫做 如何去面對安樂死 就是如何去面對安樂死 然後就是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不是講政治 是他講了五個點 如何去面對這個議題 其實我是完全認同這個觀點的 因為正如上次那條影片 因為粗疏一點 有些事情都講得不清楚 甚至是可能被人感覺錯誤引導 其實我是很短的說 所以有這些朋友 好好地補充 大家真的要看 非常精彩的 Dr. Wong那篇文 今天特別想講一個話題 就是 現在其實那些信徒 會不會只靠網上找食 就不用牧者的幫助 事緣我曾經分享過一件事 表達過 就是說 其實以信徒和弟兄姊妹來說 我們牧者是有一個責任 去引導弟兄姊妹 去學習聖經 以及去追求熟靈的成長 生活各方面 其實牧者那個 如果你說是一個事奉或者工作 其實都是很綜合性的 很多方面 比如說 首先去關懷 關懷、探訪 這些都是一個牧羊 看看他們的需要 屬靈上的鼓勵 和他們同行 和門訓他們 有一些是輔導 引導 也都是教導 講道 在聖經的講解 也都有一些 最重要的就是 我自己特別有負擔 和神都給我有裝備的就是報道 傳福音 也都很多時候在教會裡面 都涉及有行政的部分 或者是去統籌 去安排帶動 去解決一些問題 使一些活動 能夠去進行 或者是幫助那個團契 去有一個好的 彼此團契相交的生活 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是嗎 紅白二世等等 所以 為何說到牧者的不同的工作 或者是侍奉呢 因為其實 牧者 是在現代來說 我 我用了 曾斯杏博士 我老師 Dr.Sam 的一個講法 其實 我們固然 屬靈上 我們是有神的召喚 我們去侍奉 但是這個時代 你可以說 各個 弟兄姊妹 尤其是 如果她是 有一些知識 她都可以去 所謂賺食 是不是 那需要牧者 所以其實牧者 某個情況 應該是一個專業 不是只是眼光看 而是專業 而是 我們 全時間 能夠去 牧養 或者幫助 弟兄姊妹 甚至是解經 或者帶動茶經 其實我們有個專業性 要不然 每個人都做到 為何要你做 所以牧者 要特別學多些原文 不只是原文 在色經上 各方面 我們都要更加掌握 講到 都要是 講得 比一般好 所以 我是很同意這個 講法 其實是一種 神匡 我們一個 除了說全時間 還有一個 專職的 一種 概念 在背後 所以 其實你說 這些信徒 現在 如果有人說 他現在網上賺錢 都可以 網上這麼多資源 第一 只是網上是不夠的 因為一個 教會的群體 是一個群體 如果一個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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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是個群體 但我們也有基礎 於 我們本身是一個認識 或者是 面對面的見面 其實是一層一層的, 最薄弱的一種關係 可能是我們有一個訊息訊息 見面都沒見過 然後可能有錄音, 或者是再深入一點講一些話 但始終因為資訊很少 可能在社交媒體或者會議軟件 大家見面, 但你還是見面半身的 我應該知道, 你看到我上面這樣, 穿下面不知道怎麼穿 或者你看到我的房間, 你有沒有留意這裡 其實是一個錄幕, 其中一塊 其實我可以換其他相片 有很多這些東西, 使得不是要隱藏自己的問題 而是它本身媒體是有限制 你是不是可以這樣交往到很資深的朋友 未必不行, 但一定是有限制 最後我曾經有經歷, 就是以前 一筆有筆有筆不筆不筆不筆有 寫了幾年信, 最後都見面 當然, 見面了, 幻想旁邊了 這個故事不說 但是你真的認識那個人 你 customer şeyzoo face to face 不只是3 concert 而是你所有人的交往 所以打吃的就是提起san守 有很多東西裡 是建立了好的自行滴的是 跟諱也iced 都有度去吃dinner 甚至面對一些不同意見交流 有部分一些Crisis 大家給予大家的幫助 我想這些層面成為一個教會群體是很重要的 這是人之所謂的,要說是人,如果永遠是虛意不行的 所以就算在資訊上,在網上什麼都有,什麼都可以聽 問題是怎樣去分辨,現在我們做目者,做教會領袖很重要 就是要幫助人去分辨,查經或港道,哪一堂好哪一堂不好 其實不是很懂得分辨,我們作為一個專業的傳導人 我們有責任幫助弟兄姊妹懂得分辨,不要計算 有些傳導人都很廢,不懂得分辨,不懂得分辨 這些是他需要繼續去學習,或者他的恩賜未必在那邊 但整體來說都應該要懂得分辨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到沒有目者都可以,自己賺錢都可以 會不會太自信,甚至有些已經偏離了信仰的真體 信仰不是只是一些理論,是一個群體,人與人的關係 如何一起去學習神,去追求神 還說是屬靈經歷,你只是對電腦,是很有限制的 你經歷神是在整個生活裡面去經歷神 我們要分享,我們要一起走 我看不到在電腦那裡一起走,是可以全面做到的 當然,比如說在網上有個交往 比如說中籌,在網上集資幫助某個人 但是總有一個人,就算有醫療的需要 你去幫助他,有實質的需要 你都要有人去的 說這些人,他都說自己很誇張 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群 你都是要做的 所以這個結論,我不是說現在的信徒 不可以在網上得到相當多的資訊 是可以的 也有很多東西在網上學到的 但是信仰,你始終有一個部分 不是單純在網上可以學得完 都是有一種經驗性的 例如你學游泳,你不會在網上學完 你要有經驗性的人指導你 我覺得信仰其實都有這個元素 還有信仰本質是有一個群體的生活 那你在群體生活 你才可以一起在當中去經歷成長 這是霸教會的本質 這是信仰核心 一班數量的群體如何在神裡面去經歷 你抽離這個群體 只是在網上的群體都很不足 就算有些群體在網上正在工作 但是其實它都有很多難題在這裡 也可能它需要回到地方的教會 或者在那裡有一個屬靈的群體去支援它 不可以順網上 這是我少許的看法 所以我們做教務的 也都要反思現在信仰的情況 跟以前不同 我們如何去檢視我們的目樣 這個也是值得反思的 這個我很承認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夠啟發到大家 如果有些第一次看我的頻道 請支持我 都是留言、分享、讚、讚、訂閱 因為我講了二百多樣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課題 你可以聽我以前的課題 其實我覺得可以 當你看完之後 你覺得有好處 也值得訂閱 更加實在 或者分享給一些有需要的人 或者留言給我一些意見 我是非常歡迎 多謝你 下次再見 拜拜